那這個休息站呢 我們會停留30分鐘 車子可能要坐6個多小時 我們剛剛一下車就有很多多多車在這邊 我覺得CP值非常高 現在已經9點了 好累喔 他說他真的很希望從我們這邊得到工作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呢 要去仙利 那我們剛剛已經退房了 然後現在我們叫Grab要去我們的車站 準備出發 剛剛上車 現在要去車站 那這邊呢 叫Grab都很方便 就是不管是獨獨車啦 或是汽車 那我們大的巴士公司呢 他叫做Giant Ibis 那這間公司也是我們在網路上查的設施 那些搭乘的感受是比較好的那一種 因為我們是8點45分發車的車子 那昨天在買票的時候 售票員就跟我們說要提早一個小時到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要那麼早 但是我們其實現在有一天遲到 我覺得它可能是安全情節 然後其實我們要早一點到這樣子 我們剛到啊 巴士都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剛到啊 巴士都已經準備好了 商務員呢 就會主動問你要去哪裡 然後我們就說我們要去仙利 然後他就是騎我們把行李推過來 這個大巴這邊 司機就跟我們對一下飄 就幫我們放行李 那我們現在已經可以上車了 那我們先上車囉 這是他的駕 我們是坐在那邊 昨天我來買的時候呢 他就是走開這個車票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直接跟他說我都想坐的位置 因為我在網路上是 原本就選擇在1點 然後可是那時候 因為我的卡刷不過 然後他的線桶就鎖出那個位置了 然後就訂第二次 我以為有可能跟別人WP之類的 所以我可能那時候在信用卡售存沒售存過 不過再訂一次 結果我選好像是878D的位置吧 後來也是因為信用卡售存不過就是鎖住了 然後我就打給客服跟他說這個問題 他就請我到現場買票 然後他就是說 他有看到我在系統上是DM1 看來沒有付牌這樣 他就去他們的這個售票處付牌這樣 所以我突然就有先過來 他這個售票的售票這樣 他沒有很緊 那我們就來這邊先買票 那我覺得還蠻不錯的是 他媽的車子去騰腳就跳 我就真的想要說 這期待就想知道 我覺得用意應該是可以先上行李之類的 因為我想像他沒有直接試找看 剛好外送品牌開 配外送這樣 大概7點的時候看到有麵包店有開 然後是可以外送的 然後就趕快點了麵包 進來了一袋 車上是有插頭的 他票價的部分呢 這一張票一個人是15塊美金 從今天到仙利這樣子 側側可能要做6個多小時 7個小時 所以是比較久 但巴士的感受是很舒適的氣氛 他車上還有負面包喔 還有水 車上會有一個車長小姐 他就會發車的時候就跟大家講 等一下的車程 多久會停一個休息站 那因為我們這一個車程呢 他是6個多小時 那他會停兩個休息站 他講完之後過不久 他就會發像是獅子巾 然後還有發麵包 我覺得還不錯喔 我們剛剛坐車沒多久 我眼睛往下看 發現我們的座位地板都是濕的 我們剛剛上車的時候沒有 不曉得為什麼 不知道在哪裡漏水 那我們就跟車長小姐講 然後還好後面還有位置 我們就換到後面來 我們現在已經做了一段路程 然後剛剛車長小姐就是會 到處在家說我們準備要下車 我覺得他很貼心 他是可能車中間他先大聲的跟大家說 我們快要到了什麼的 我們等一下會休息 因為我們他都睡著 就我們其實有在聽 然後就是閉著眼睛這樣 然後在後面然後再跟我們大家講一次 這樣就是他會確保大家都有聽到 剛到了這個C一個休息站 他是像是一個餐廳 然後有咖啡廳 然後我們就在這邊上個洗手間 這邊有賣一些很像是紀念品 這邊好像是一條河 那剛剛廁所呢這還OK 就是至少還滿多間的 也不用投錢 就是免費的廁所 就是要自己帶衛生紙這樣子 就還行 現在準備要上車 再繼續坐我們的車程 等一下應該會再停一個休息站 那上車繼續睡覺囉 那上車繼續睡覺囉 我們現在到第二個休息站了 那這個休息站呢 我們會停留30分鐘 那這個休息站呢 那這個休息站呢 可能因為現在是午餐時間 可能因為現在是午餐時間 那這個休息站呢 那這個休息站呢 它是餐廳 其實跟我們剛剛那個 第一個休息站有一點像 但它這個餐廳呢 風景很美 它是有那樣子的 河岸 都看不看得到 剛剛周邊那邊還有牛 其實剛剛在車上 車長的小姐 就有跟我們說 你們要點餐 就是它有跟我們美女這樣子 就還蠻特別的 但因為我們有很多麵包 所以我們就沒有 就是要在這邊吃午餐 剛剛看Google Map 我們的路程現在是在一半 就是等一下還是要再做一半這樣子 其實還蠻遠的 剛剛車上的路況啊 都不會很顛簸 它是那種順順的 那種滋滋的路這樣子 坐起來不會不舒服 我們現在上車 趕快給它出發囉 要下車了 我們要去坐渡渡車 我們剛剛一下車 就有很多渡渡車在這邊 他覺得我們要去哪裡 那我們就告訴他 我們的酒店位置 那只要兩塊錢 可以再試一下Google Map OK 那這個車子就比較大 它是這種大一點的渡渡車 所以是可以放棄理想的 我們可以講我們等一分鐘左右 然後我們想說 就是他可能要確認一下地理位置 然後他知道導航之後呢 就跟我們講我們有什麼計畫 會在線裡帶給我們講 就是為什麼要去樂部小圈 大圈或外圈呢 他可以幫我們計畫規劃 然後就跟我們講很久 可是因為我們已經有自己計畫 我們要訂的那間公司了 他就講了很久 然後我們就沒有答應他 那他就是說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很希望他能夠有機會 可以從我們這邊得到一順工作 就是可以讓他帶回去 胡歌姑的景點 因為他們疫情期間 胡歌姑真的很少的遊客 包括現在 所以他很希望他可以得到工作 這樣 這個 喔 那很辛苦 疫情可能是之前是 很多旅客啊 他現在都沒有分 所以我可以理解 完全可以理解 所以他在爭取每一份工作的這個機會這樣子 那就是我們就找到一隻 然後現在呢 可以理解 他自己有一個安全性價錢 所以我覺得先例的市區啊 我們現在在市區這邊 他的路啊很平 高路都很平 然後沒有什麼垃圾 比起金邊來說 他這邊的垃圾反而沒有什麼垃圾 感覺這個的市區是比較乾淨 我覺得比金邊乾淨很多耶 我們要進 我們再看一見囉 剛剛下車司機也跟我們講了很多 他說他真的很希望從我們這邊得到工作 不覺得天哪 我們現在到我們仙麗的飯店喔 現在到我們仙麗的飯店喔 其實仙麗啊有很多住宿選擇 那我是選擇住在靠近酒吧區這邊 因為覺得晚上比較熱鬧 也有一些夜市可以逛 所以我選擇住在這個區域 那這間飯店呢 它是屬於那種小型的飯店 就一定一進來啊 是有那種造景 然後進去是大廳 那後面還有一個游泳池 那游泳池不大 就是那種比較小規模的那一種 那房間的部分呢 一進來 雖然有一點成就 但是它是那種乾乾淨淨的這樣 我覺得有一點像民宿那種感覺 從不看起來是蠻大的 廁所的部分呢 它不是那種完全的乾石分離 它是有浴缸 然後是那種蓮子拉的那一種 那我覺得還OK啦 就是至少它是可以阻擋水出去的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陽胎 那備瓶的部分基本上都有附 那也有保險箱 也有冰箱這樣子 這個房間呢 它本身價格是有包含早餐的 所以它是有含早餐的一個房價 這個房間呢 一個晚上在阿溝打不到600塊台幣喔 我覺得CP值很高 就是一這樣子就含了早餐 然後這個住宿位置 我覺得CP值非常高 現在是晚上時間 已經6點多了 那我們要去吃晚餐 我們這附近呢 有一間餐廳 它是在Treator Advisor裡面 也是那種平價很好的餐廳 那那間餐廳叫做Tavis Place 那我覺得仙利這個地方呢 我前面在金邊嘛 金邊首都呢 它就會車子很多 咚咚車很多 然後相對它的垃圾街道環境就不是那麼好 但是在仙利完全不一樣 這街道的路整個是很平的 然後咚咚車反而不像金邊那樣那麼多 車子交通的那個混亂程度是跟金邊完全不一樣 那我覺得這邊就是很悠閒 那我覺得很舒服 期待接下來在這邊的幾天旅行 那我們的飯店呢 也是比我們想像中還要好 因為我們訂店的飯店的時候 其實它並沒有在訂房網有很多的照片啊 就我很難透過照片去理解它到底怎麼樣 結果我們想說 啊不然就住住看 結果還好 但是比我預計的還要好的 游泳池也不錯 剛剛我們有去看 那因為太黑了 我明天會在吃早餐的時候 把它的設施的部分呢 分享給大家 我們進來餐廳了 我們進來餐廳了 那這間餐廳呢 它的菜單選擇種類很多喔 我們是選擇吃高麵料理 所以現在的時間很快 對 它在當中是有名的餐廳喔 它我點的這杯呢 是百香果冰沙 那是1.5塊美酒 我覺得價格還OK 這已經吹進一下果汁的感覺 它沒有從冰沙來 它打得很細 所以說才想有一隻的感覺 那我點的是牛肉蛋炒飯 這個的話是2.5塊美金 它上面還有多一個蛋 它裡面有放蔬菜 還有蔥啊 蘿蔔 滿多蔬菜的 然後還有牛肉醬汁 它炒飯炒得粒粒分離的 炒飯的味道剛剛好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顏色炒得很大 就不像那種淡淡的顏色那種 炒的醬油顏色 上色的很均勻 裡面的料很多 為什麼它炒飯的分子有點很大喔 它其實很像台式炒飯 所以我們在吃那邊 它的果汁那邊 它有油 炒起來是比較黃的顏色 有點像你再加一點點 我覺得這是巴黎酸 還是肉奶油炒的 所以對面它的炒飯顏色比較黃 但是吃完之後會有一點油膩感 可是這個也是那種台式的炒飯 就是我們一般的習慣 這一道呢 就來柬埔寨 第一次的美食 它就說Unlock 其實我們在今天的餐廳 那我上次來吃雞肉 它這一次來吃吃看這個很濃郁的感覺 那我先吃魚肉 這個很好吃欸 它這個真的甜啊 很像綠咖哩 但是它跟它也是有一點不一樣 可是我覺得坦白說味道很像 可是它的魚肉是很辣很辣 完全不新的 我覺得這個 要吃魚魚的很好吃 我們吃飽了 好飽 我覺得那個炒飯非常好大 那個魚啊 我想要補充說 那個刺起來的口感 有點像比木魚那種感覺 就是比較軟 然後再有一點點結實的感覺 它完全是不新的魚 搭配那個椰汁咖哩非常大 那像我們吃辣的 我們會覺得它現在有一點小辣會更棒 大家早安 我們現在呢 要去吃早餐 現在已經九點了 好累喔 昨天因為在安排五哥的行程 所以查了很久 睡了晚睡 好累 那我覺得來先例玩啊 因為最主要的景點是去五哥窟 那五哥窟的行程 其實都是很早要出門 像我們昨天在安排五哥窟的行程的時候 預訂的時候 就要自己選擇出發的時間 那通常會很早就要出發 比方說七點半八點半之類的 如果來先例玩的話 可以選那種飯店是有包含早餐的 那這原因是因為你去五哥窟玩都很早出門 那你飯店如果本身有包含早餐的話 你就不用擔心你早餐去哪裡吃 那如果說是不想搭配早餐的話 那其實就可能住宿選擇的時候 可以選附近有早餐店的 或是說你在前一天先準備好你隔天要吃的東西 這樣你早上出門的時候不會說還沒吃飽 就趕著要去玩了 那我們現在打算回去房間整個影片 然後休息一下這樣子 之後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景點喔 很高興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